大家好我是Eric 今集聊阿蘇繼續跟大家講講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避免freerider freerider有多恐怖相信大家都知道 要不不做事要不就交垃圾 再不然就失蹤 所以怎樣避免freerider選好好的組員 一直以來都是大家在阿蘇的目標 很多人都會說 好的groupmate是可遇不可求的 這一點我是部份同意 畢竟要找班跟自己合得來的同學 不多不少都需要緣分 但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怎樣可以提升自己遇到好groupmate的機率 以及怎樣盡可能避免遇到freerider 想要一個好groupmate 首先你自己要是一個好groupmate 在阿蘇裡面 每個學生無時無刻都是找一些可以carry到自己的人 同時間亦都避免一些會拖自己後腳的人 但在阿蘇的世界裡面經常會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一班讀書勁的同學他們會自成一group 同時間永遠有一group是全部都是freerider的 這個現象在整個阿蘇都是無所不在的 照道理如果每個學生都是以找carry 被freerider的心態去找groupmate 沒有理由的結果會這麼極端 當中的成因究竟是什麼呢 在一班裡面理論上每個同學都有一樣的選擇權 你有權去批准其他人跟你同一group 對方也有權拒絕跟你同一group 但事實上大家的選擇權是並不一致的 舉個例子你面前有個很presentable上課會drop notes的同學 還有一個很靜坐最後整天看手機的同學 你會想跟哪一個同學組groupmate嗎 我想絕大部份觀眾在有得選的情況下都會選個很presentable那個 那怎樣才有得選呢 就是多過一個人想要你 如果只有一個人想要你 想跟你同一組 那你還哪有得選組員 分分正題了 那為什麼會想選presentable的多些呢 正正就是因為他整體的第一印象比較符合我們對carry的定義 而放入一班那樣看 你想要那位同學的同事 很多其他同學都想要他 換句話來說他可以在這麼大班的同學裡面選一些他認為好的同學 那至於看手機的同學呢 其實都沒有人想要他他還哪有得選 那所以在這個操作下最後會形成一個現象 就是presentable的同學會互相選擇大家 而freerider因為沒得選 最後他們只能夠form成一group 所以如果你想最大可能避免freerider 首先你就要提高自己的選擇權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present成一個人人都想要你的人 上課主動啦 留心聽書啦 自我介紹有自信啦 當你成為一個看似能力值很高 或者很有potential的組員的時候 自然就會吸引到其他能力值高的人跟你一組 但是要注意啦 你會這樣做的同時 人家都會這樣做的 特別是要分組的第一個星期 很大機會呢 個個都表現到這麼高能力值的 那你要怎麼分辨他們是四條還是無料呢 要觀察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有料呢 就要從他最放鬆的時候去求證 一般來說我會特別把握上課前和小息的時間 特別是上課前啦 因為不是所有tutorial都有小息 我會特別留意有沒有哪個同學看起來是有料 有沒有哪一班同學一組已經是一group 這一group人他們是在聊天 還是聊天關於跳拖的事呢 有沒有人在溫柔的事呢 現在各位我想重點提及的 就是如果你不肯定某一位同學是你想要的人 你就千萬不要主動接觸他 否則萬一他不是你想要的人 而你又向他釋出了善意的話 你要再拒絕他就很尷尬了 而且更大的問題就是 其他同學有機會見到你跟他的交流 可能會誤以為你跟他是一group 而放棄了你 到時你真的想解釋都沒有機會 不過如果是對方主動接觸你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去了解一下他 在聊天的過程 你會感覺到他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舉個例子 我選groupmate的時候 我會想要一些努力 和目標清晰的人 多過本身能力 即是很好的人 就著我這個要求 我在言談之間有機會會談到一些 例如升學的話題 我在跟他聊天的過程 我都會有這些疑問 對方對自己升學路 清不清晰呢 他想升哪一間U和什麼科 他知不知道升上要多少分呢 他有沒有看Eric的呢 我會保留這些好奇 希望在聊天的過程得到答案 不過也是那句啦 每個人聊天的風格都不同啦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死跟我的圖 簡單點來說就是 保留你內心的疑問 然後用你最自然的狀態 去感受對方最自然的一面 然後看看大家合不合得到 黃金法則呢 就是選不到carry不要緊 不要選到freerider就行了 老實說 認識朋友這些東西 有時候真的要靠第六感 所以請注意啦 如果你的第六感 告訴你對方有少少怪呢 那你就要更加小心去求證 他究竟有沒有freerider的可能 如果以上所有事情都做齊 最後都是很不幸地選中一個freerider 大家千萬不要灰心 正如買股票總會有買錯的時候 選group尾都一定會有選錯的時候 選錯不要緊 最緊要懂得指洩離場 如果group是未firm的話 麻煩你立即找一下有沒有其他group 還有位可以收留你 如果剛剛firm了又未開始工作的話 你也可以找一下其他group 在confirm了其他group收留你的情況下 向老師申請提出轉group 不過這點就沒得保證的 因為本身groupfirm了 所以要看當時group的人數 有沒有嚴重的不平衡 還有老師的style等等 最後如果firm了組 又開始了工作的話 其實你沒得走的了 一定要顏色 不過顏色歸顏色 你一定要學會善用機制去保障自己 個人建議 你可以把所有你和freerider的對話記錄都留下 包括你發出他的訊息的時間 他收到的時間 已讀的時間等等 你吹了他多少次工作 他做了多少 最好記錄下google document的內容修改紀錄 然後拿你所有的證據去跟老師匯報 那越早匯報就越好 有些人present前兩天才匯報 我覺得都太遲 起碼早一個星期 因為真的會有些老師 會說回來轉頭 為什麼這麼遲才說 而這些所有保障功夫都做足之後 接下來你只能夠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一個人做幾個人的事 那說多一句 很多人都不服氣 freerider可以跟自己拿同一個分 所以為什麼你要用盡一切方法去記錄 那個freerider是沒有做過的事 因為當你有白紙黑字證明到這件事 你是有權不share分給他 那就算老師不管 只要share同一個分 你appel上到faculty 最後都很大機會是你贏的 所以千萬不要怕麻煩 做足留弟功夫 可能你會覺得 我在這條片教大家找groupmate的方法 很公理主義 有些自私 有些勢理 但你要知道 你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一個戰場 你們所做的每個決定都會影響你們的GPA 也就是你們的未來 所以你一定要想盡辦法去令自己生存到最後 想盡辦法令自己的勝算提升到最大 公理的不只是我和你 而是整個阿蘇的制度 祝大家找到好groupmate 遇不到free rider 和在阿蘇的生涯順順利利 盡早上啊 等大家好消息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Bye